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這一題也是超級喜歡考的一個題目 他說我們把這個碳酸鈉的晶體286 放到710克的水中 它就飽和啦 那請問重百是多少 那我們要先分析喔 這裡鈉是23有兩個 碳是12有一個 氧是16有三個 所以可以算出它的分子量 那10個水10乘以18 286 全部286 那融資有多少呢 286克嘛 題目講說286克 那碳酸鈉就是佔286分之106 這裡就是106 這就是106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融資有106克啊 那劈啪 劈啪叫做全部重分之融資重 那我把這286克丟下去啊 還有水714拉拉勒啊 所以全部的重是這麼多 那融資佔多少呢 106 全部重分之融資重乘上100% 欸這樣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分 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玩了 多的是